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日 伊丽莎走到书念 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抢留她吃饭 此后 伊丽莎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 妇人对丈夫说 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 我们可以为她在墙上盖一间小楼 在其中安放床榻 桌子 椅子 灯台 她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 一日 伊丽莎来到那里 就进了那楼躺卧 伊丽莎吩咐仆人基哈西说 你叫这书念妇人来 她就把妇人叫了来 妇人站在伊丽莎面前 伊丽莎吩咐仆人说 你对她说 你既为我们废了许多心思 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 她回答说 我在我本乡恩居无事 伊丽莎对仆人说 究竟当为她做什么呢 基哈西说 她没有儿子 她丈夫也老了 伊丽莎说 再叫她来 于是叫了她来 她就站在门口 伊丽莎说 明年到这时候 你必抱一个儿子 她说 神人 我主啊 不要那样欺哄婢女 妇人果然怀孕 到了那时候 生了一个儿子 正如伊丽莎所说的 在第四章的第八节这里提到 有一天 伊丽莎走到书念 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 强留她吃饭 此后伊丽莎每从那里经过 就进去吃饭 书念这个地方是一个靠近人 所常要经过的一个道路 所以显然我们看见 就是伊丽莎 她是经常的经过这个道路 所以就认识了这个大户的妇人 大户的妇人说的是 她是一个比较富有的女人 社会地位也比较高 而且这个书念妇人 她是北国以色列 一个敬畏神的女人 她们强留她 讲的是她们就招待她 她们看见她是一个神的仆人 所以在那里就招呼她 所以我们也看见 伊丽莎跟这个家庭 有一个美好的友情 所以第九节这里提到 这个妇人有一天就对她的丈夫说 我看得出那个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 这个人她是一个圣洁的神人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 书念妇人她里面有一个属灵的分辨力 所以她就认出 这个伊丽莎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 是一个特别的神的仆人 就好像当初亚伯拉罕坐在帐篷的门口 看见对面来的三个人 就认出她们是神的使者一样 而且我觉得她对神有一个热情 她就告诉她的丈夫说 我们可以接待她来住在我们的家里 所以第十节这边我们看见 她就告诉她的丈夫我们可以怎么做 她说我们可以为她在墙上 我们就盖一间小楼 在其中就安放床踏 桌子椅子登台 她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 古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屋顶是平的 所以在墙上盖一间小楼 说的是他们要搭一间客房 就专门来款待这个神的仆人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非常的细心 所以这个妇人她说 我们不只是给她一个房间 里面她要有桌子椅子登台 她很费心的很仔细的想到 这个神的仆人她可能需要什么 所以他们希望让这个神的仆人 每一次她可以留在他们家中 住宿休息的时候是很舒服的 而且很愉快 果然十一节那边就让我们看见 以利沙真的就住在他们家 在那个楼上她就躺卧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以利沙心里很感动 她觉得有人可以这样的款待她 而且这么的热情这样接待她 她心里很感动 这个人为我废了这么多的心思 这么样的招待我 为我预备床榻桌子登台很多 她很感动 所以她就把她的仆人吉哈西叫过来 说你叫这个书念妇人来 所以这个妇人就被叫来 就站在以利沙面前 以利沙就吩咐仆人说 你问她 就说你既然为我们废了这么多的心思 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 你向王或者元帅 有没有什么要求 没有 这个女人说 没有 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 就平安无事 以利沙当时当然她在朝廷那边 有一点点影响力 所以她觉得说 如果说这个妇人有需要 我可以为她求取一些方便 或者是庇护 可是没有想到 这个女人说 我跟我的族人 我们居住在一起 我们住在这里 我们都很好很平安 也没有任何的诉讼案件 也没有任何的不满 所以她讲这个话 其实她就是要让以利沙知道 我们服侍你 我们为你预备这些 都是甘心乐意的 我们并没有说有一个目的性 我们祝福你 那你也要来祝福我们 我们心里有一些不良的动机 有这样的一个期待 没有 我们纯粹就是只想祝福你 所以我觉得这个苏念夫人 让我们看见一个无所求 好像为神 她只是因为看见 这一个人是一个圣洁的神人 是一个神的仆人 是一个不一样的人 所以她就愿意这样子的 来祝福她 所以后来从后面 我们也看见她得到祝福 那究竟她得到什么样的祝福呢 虽然苏念夫人这样说 可是我想以利沙 她就是想要祝福她 她觉得这个人对我这么好 我总想要为她做一点什么 所以她再次的问她的仆人 在十四节说 我们应当 究竟应当为她做什么呢 她的仆人吉哈西 我想也是想啊想啊想 终于想到 她说她没有儿子 而且她丈夫也老了 我想她这样子说 讲的是一个 因为特别在古代 希伯来人的这个社会 不能够生育 这就是一个非常可耻 很羞耻的一个耻辱的事 所以对女人来讲 我觉得这个就是 如果我有个儿子 我能生一个孩子 就是对她来讲是最大的愿望 那因为她没有孩子 就是在人来看就是很可怜 老了也没有人雇她 那这些家里这些产业 也没有人可以来 好像来继承 所以就觉得很可怜 这样子 所以吉哈西就把这样的状况 就告诉以丽莎 那以丽莎可以了解 因为当然这个妇人 什么都没有缺 她什么都有 她服侍以丽莎也是全心全意 没有半点私心 但是她的丈夫老了这件事情 来婉转的来提到一件事就是 她不能够生育 好像没有任何的指望 那这件事情 那也不是说你可以找这个王 元帅这些 这都帮不上忙 所以刚刚以丽莎告诉她 你有没有什么这样的需要 我有认识 也许有朝廷的势力 可以来帮助 她就觉得我不需要 因为对她来讲 她觉得真的物质上 生活中她没有任何的需要 可是当以丽莎听到基哈西 就是她的仆人讲说 她没有儿子 而且她丈夫老了 她知道这件事情 不是一个自然界 好像我们人可以做什么 这件事情 要她可以有一个孩子 这件事情 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事情 是只有神能够做的 不是地上我们人可以做什么 就能够帮助到她 所以以丽莎她想一想 那她就告诉这个基哈西说 再把这个妇人叫来 所以这个妇人就来了 以丽莎她就宣告 她说明年到这个时候 你必会抱一个儿子 这个苏念妇人说 她说神人 我的主啊 你不要这样来欺哄 欺哄婢女 那苏念妇人她其实 她觉得她自己不可能有儿子 所以我觉得她大概 也没有为自己求儿子 特别她提到说 丈夫年纪也老了 所以她觉得讲这个话 她觉得根本就是不可能 所以你不要骗我 不需要用这个好像来哄我高兴 可是先知当她说的话 听众姐妹先知讲这样的一个话 你要知道不是她自己 随便开口来讲 我自己相信她有这样的一个感动 或者她宣告这样的一个应许 也是神把这样的话语 放在她的里面 所以她提到说你要抱一个儿子 抱一个儿子 在人来看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按照自然界来讲 我想这个苏念妇人不太能够生育 而且她丈夫的状况也不太能够 再有一个孩子 可是如果她渴望一个孩子 那么这件事情只有神能够为她成就 所以以丽莎应许 说你明年就会抱一个儿子 这个是超过她心中最大的期待 所以她提到说不要欺哄我 意思是因为她觉得这根本就不可能 但是事实是什么 对我姐妹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 所以神的话是就是说是 就是神的话 当然被宣告出来 一定会成就的 所以17节说这个妇人果然怀孕 到了那时候就生了一个儿子 正如以丽莎所说的 所以对我姐妹 神的真先知不会以神的名来说假预言 所以照着以丽莎所预言的 这个事情就成就了 所以你一定要相信 神很多的应许 很多的话语都已经写在圣经上 我们要相信神的话 神这样说 事情一定可以这样成就 重点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可不可以 我们信不信得过神的自己呢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你的话语 你的应许 句句都不落空 主求你把一个坚固的信心赐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坚定的将来信靠 神所说的每一句话 也帮助我们效法 书念妇人 做一个愿意祝福别人 而不求别人的报答 只是单纯将为主来服事的器皿 谢谢主的恩典 奉耶稣的名字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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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是 阿在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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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